你不了解凤展愿,她心里恨着朕,是不可能让她的宝贝女儿嫁给仇人的儿子。 你自己想明白,别等到失去了,那就后悔了。 凤王为什么这么恨你? 因为凤王妃的死,她始终认为是朕害死了她心爱的女人。 凤王妃的死因一折不明,怎么都调查不出来,莫非真跟父皇有关? 父皇,你回去吧,自己好好想想。 凤明威在御书房外等她,都不知道他们父子俩偷偷说了什么,见男人脸色很难看地走出来,她赶忙上前扶了她一把。 你父皇痛批你了? 没有,本王只是有点头晕。 哦,那我回府吧。 好。 威尔,本王想住新月楼。 随你吧,你自己好好待着啊,我打算去剧仙楼和药抓地看看。 王妃,净王府派人过来,请你去一趟净王府,听说净王妃动了胎气。 动了胎气? 净王妃什么时候整团出有身孕呢? 就前两天的事。 我去看看。 净王妃动了胎气,先是请了宫里的太医,还派了人来猎王府。 王妃。 我现在就去净王府,您不用着急。 弟妹,麻烦你一定要救燕燕。 王妃,净王妃见血了,恐怕会小产。 行,我知道了,你们先出去吧。 几个太医如释重负,因为他们是男大夫,不可能仔细检查,有凤鸣威来了,大家都松了口气。 妹妹,救救我的孩子。 不要紧张,不要害怕,放轻松。 你先睡会儿,我给你检查一下。 外面来了不少人,太上皇太后,北武帝,德妃,皇后,都派了人过来问。 净王等着怪失去耐心,心里焦瘁,恨不得冲湖里。 只是青雷守在门口。 净王爷,您不能进去打扰郡主。 都进去这么久了,为什么还没有燕燕消息? 给本王让开,我要进去看燕燕。 郡主吩咐过,任何人不能进去打扰。 就在这时,方门打开,凤鸣威走出来。